第三组 热血西部 牛仔来了 加油 帅哥该舞 我也想穿 但是我的脸不允许 你可以 真的吗 加油 作品的主题 最后定了西部牛仔 是因为西部牛仔够帅 这份顶起来了 我一直在等待 看起来一个 温暖的故事 有很多事情 这故事 准备好了吗 音乐 哇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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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最可怕的 i want more like 25 n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要用元素就行了 根本就不要讲故事 整个的作品呢 其实不用细布牛仔的衣服 其实也都可以 对 就是没有太贴近 你们要作响 要做的东西 而是为了帅而帅 为了跳而跳 五个人你们对姓 做了一个V姓在出的时候 其他的都在后面 再准备下一个 不是有一句话 几个手指头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拳吗 就感觉你们还是 各个特别厉害的几个手指头 分开的走 不是只同刀合 我也会觉得拼接感太强了 就是感觉这个歌 拼另一个歌 再拼另一个歌 就是不是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音乐下来 就是有点那种断的感觉 你们可能会跳得很爽 但是我们看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疲劳 之前看中级考核的时候 也是觉得好像是 一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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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拼在一起的感觉 今天来说 欧阳和陈鹏宇的状态 比之前要好很多 但是呢 在技巧上面 我觉得技巧偏少一点 我觉得讲的有道理 对 是有道理 而且再加上是 有前面那两组 就对比 对 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感觉 要讲故事 所以我们都期待着 我们的这个牛仔的故事 可是当你结束之后 只是一点故事都没有 然后反而会让我们 就一下子就掉下来 It's not make sense Many people maybe didn't understand the purpose why 热血西部 刘雨萱队长 88分 韩庚队长 82分 王一博队长 94分 李承轩队长 87分 大师团的平均分数是 88分 分数相加 总分 439分 战略第三 可能存在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大家有很多好的想法 但也没有表达清楚 何彦的时候 就说了很多问题 一直在一个画面 接一个画面 然后其他人都是在 不知道在干嘛 没有那种一起 集体做这个作品的感觉 但是也没有一直去解决 然后就是逃避掉 是什么问题 我是想通过作品去做些不一样的 chrome 我是跳爵士的 让更多人看见 这个是我想要做到的 我们是用我们 battle 方式给别人的惊喜 用这样的方式 放在这支棋物里面 然后所以 真是挺大的 最后 大家都有妥协 是吗 妥协 对 因为我是他们的队长 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排练排到中下 都非常不开心 我当时当下 我还是决定 希望大家在每个人 在跳自己的段落的时候 能把自己 最好最好的样子 给展现出来 这个是我的决定 对 如果今天产生这样子的 一个结果 我觉得最大的责任 也会在于 是我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做了这样子的选择 干嘛 一个两个爱生叹气的 作品没有对和错 没有对和错 因为我觉得跳舞 就是让自己的释放 开心在舞台上去展现 后面你慢慢的会更好 会吸取更多经验 学会跟观众去沟通 我觉得这就OK了 没有对错 我觉得特别棒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裸问的 不要觉得是什么 自己的问题 不是 如果要有问题 得是你们所有人一起承担 不该放在某一个人身上 因为你们是个team 所以你们要棒一起棒 明白了吧 不管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 他主动的去揽 我觉得这个动作很 很触动我 所以他们不管成绩怎么样 起码在我看来 他们很决心的 要用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去跳 他 尊重了他们自己 就值得被我们尊重了 我们只是从单纯的从主题 和技巧上面 编排技巧上面去打的分 没事 没事 加油 你们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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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师点评的是很中肯的 如果说出来了之后 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我相信对我也是一种突破 就算没有做得很好 或者说我输了 对我也是一种成长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就是要输得起 这样才是进步的一个过程吧 两位有机会冲击A组的人是欧阳陈哲 小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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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